這一件寶物我跟你講 真的不容易 很驚險 對 這個其實是有故事 就想當年我們去伊朗 跟土耳其邊界採訪的時候 那時候還有很多的庫德人 其實是因為他們比較 骁勇善戰 所以其實那一段的採訪 滿驚險的 不過我以後有機會再跟大家講 我要講說這一個其實是 因為他們很多是就是穆斯林 然後他們其實是每個 每一天都會有五次的祭拜 然後但是波斯地坦本身 它其實是非常珍貴的 而且價格其實是滿天飛 如果它的材質很好的話 所以這個是其中的一個拜坦 我是從他們家裡頭撈出來的 就是我很喜歡 有人用過的那種感覺 感覺充滿了靈氣 對 人味 是 很漂亮的一個 覺得怎麼樣 秦老師你那個顏色 這個我們先說一下 這個波斯 波斯在四百年前 伊朗都稱波斯 它是希臘語的旨意 好 那在波斯這個地方的地毯 那個在唐朝的時候 就非常有名了 那波斯地毯它有幾個特色 首先第一 它的顏色非常的鮮豔 而且這些顏色都是礦物 跟植物的染料來染的 不是先來化學的 化學的來染的那個不同 所以它不會掉色 第二就是它的圖案 非常非常的幾何化 所以這個是一個 跟中國文化不大一樣的地方 那也就是說 比如說伊斯蘭文化 它的這個線條就是很幾何對不對 人家說它的圖案 真的是很漂亮 對 那第三就是它的工藝 非常非常的細緻 怎麼樣細緻呢 每一個地毯都是一個家庭 做出來的 它不是工廠做出來的 它是一個家庭 就家庭裡面 比如說有五個婦女 比如說祖母 媽媽 然後這個女兒 孫女 然後共同來做這個地毯 大概一個女生 可能就是七八歲 就開始做地毯了 做地毯 那一張地毯 大概是三到五年 好久喔 對 還全家動員 因為地毯是羊毛跟這個 棉花 共同織出來的 比如說我們來看 這個 這個是金線 這個是金線 還有尾線 金線是這個棉花 尾線是羊毛 然後每一個金尾線 都要打一個結 那你看有多少結 好難啊 所以很厚對不對 對 很厚 這地毯很厚 那最重要的是 這個地毯的這個鑑定 很多我們都說 這個是破式地毯 比如說你到中東去 土耳其也有破式地毯 對不對 那那個伊拉克也有破式地毯 然後很多地方都有破式地毯 那真正破式地毯 就是手工的地毯 我們得要鑑定哪裡呢 哪裡 我們來看 這個叫做坦碎 我們有倒碎 對不對 這個叫坦碎 如果是真的地毯 它是從上一直拉到下的 一條 中間沒有斷 如果是假貨 這個坦碎是縫上去的 你不細看 看不出來 對的 這個就是重點 我摸也摸不出來 摸不出來 是 所以如果 我們仔細給它 給它放大來看 這個地毯到底是 真正的金線的坦碎 還是直接縫上去的 這就是我們鑑定的一個重點 因為其實我以前看過 很多波斯地毯 但是這一張 第一個我是在一個 這個就是採訪對象的家裡 第二個就我覺得 我喜歡這個顏色 雖然它沒有什麼吉祥的御業 或什麼特別 但我覺得它有點像個瓶子 然後我覺得可以保平安的那種感覺 因為它祭拜這麼久 總有一些靈氣 所以我當時跟它講說 我說這個 它說是舊的耶 我說對... 我說這個顏色很漂亮 我就要 那我問它多少錢 它說 我還想說你隨便給 很有誠意喔 但是有一個大概的價格 我們在外面買 所以我大概其實當時 要給它兩百塊 然後它說再加一點 所以我是兩百五美金買的 但是我有跟它講說 不能再加囉 因為是舊的 那現在也買不到 不是 它說隨便給 就是說給價的人 只要長得漂亮 就隨便給 想當年我還是... 想當年我還是有 膠原蛋白的 等於忘記入手 人家用過 但是你超愛 你就是愛有故事的 主要是第一個是 它用過就表示說 它們自己是試貨的 是 因為它們其實應該不會太差 而且採訪那家人的環境 還不錯 然後第二個 其實我後面 再也沒有看過像這樣 或之前也沒有看過 像這麼厚扎實的 是 這個地毯 其實現在來說 慢慢來講手工的工藝 慢慢失傳了 失傳的原因就是 大家沒有那個美國時間 在那邊搞這個 所以慢慢就開始叫做 半機械性的 就是有一部分底層 是用機械來製 所以那個現在的地毯 價格因為競爭嘛 就慢慢越來越低 可是這些老地毯 你抱歉 純手工的 買不到 買不到 就是柏斯古董地毯的 一個專賣的一個平台 是的 很讚耶 那這個地毯 因為是舊的 但是我們也給大家評估一下 大概值多少錢 當初兩百五美金 大概一萬塊台幣 現在價值多少 請建價 八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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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耶 我今天真的大豐收耶 是 這個真正的POSE地毯 那在這個地毯上 不管說是 膜拜啦 或是這個靜坐 都很好 真的喔 俊文姐現在把它放在哪裡 放在家裡 我現在共著呢 還共著 小學裡頭 你看很多的靈氣跟人氣 可以讓自己人氣更加的旺 沒事不能褻堵它 很多地毯是共著的喔 是吧 就是表起來對不對 好 明天開始就表起來 反正今天這樣表起來 還蠻好看的 既然它幾八萬 我就要表啦 就可以表了 六千塊表它 可以 夠緊 謝謝 謝謝 好棒 我今天分享好多喔 很開心 謝謝 俊文姐 喜愛大巡寶家的觀眾粉絲們 我們有YouTube頻道囉 只要在YouTube搜尋 東風味師 或是掃描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 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 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